每个人在看每样东西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自己每次在看这一个陶艺的时候 我都觉得它像一座山 像山林中的感觉 然后山中云雾迷茫 然后呈现那个纸蓝色的一个色彩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说 其实一个好的艺术品它就是你的老师 那你在观赏它的时候 那你可以从中间学习到很多心灵上的一个灵感 那这样的一个作品 它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就是说 它这个空间很大 那我们很难去用什么样的一个沙去固定 那我一般来讲 我这块的树布 我会选用像这个海芙蓉跟枯木来运用 那其实我本来有好多很漂亮的海芙蓉 那因为学生们他们都很喜欢 那常常就说老师这块海芙蓉我喜欢 然后我自己后来慢慢的就变成海芙蓉 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今天试用 如果用海芙蓉跟枯木两样东西 互相的来做一个架构 那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也让我们学习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用刻意一定要 去买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去插桌 比如说我现在运用这两块的枯木 把它架起来 因为如果我不架起来的话 我的枝材很难很难能够插在这个花器上面 那我把这两个之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我先用 我先尝试一下用这个铝线 各位不知道可以看一下下 我们除了铁丝之外 有时候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铝线 那这个铝线呢 它比较有力 而且它可以帮你做一些捆绑 像我们在试验里面 常常在道场里面插大型的作品的时候 铁丝是不够的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铝线来做一些固定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 那两个之间呢 它就有一点点架构起来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开始想要去运用我的这个佛 因为那天我到了花市 然后我是一个还算工作蛮忙的人 所以我没有常常有时间去看去花市 但是花市的那些卖花的那些先生们 那些那些 他们都跟我非常的熟悉 而且非常的好 然后每次看到我来 他们都很希望我能够买他们的花 所以我有时候只要看到 好像还蛮适合我的东西呢 我就会跟他们买一些 让他们也很开心 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尝试的去创作看看 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刚好那天就买了一支的这个 一般来讲的话 有时候我会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大支的博枝 那是因为有特殊的英勉才有的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这一支博枝呢 它是一般就是说我们在花市就可以买得到的 因为在花市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一个博 那这个博的感觉它是非常的 仓劲而且有力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利用这个木头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架构 那它就形成一个满美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好那我再来做再加第二支 那我可以在这个博 其实这种博它本身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韧度 那我可以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它的枝 好那这个花材呢 其实我也非常的感恩这个花材 因为我常常在擦大作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花材 那每次都有一些很好的姻缘 就会有人提供我一些很好的这个波 这个花材可以运用 那在创作 其实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尤其是做大型的会场 佛式的大型会场的时候呢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取材的部分 因为技巧的部分对老师来讲 都不是都不是问题 那比较难的就是说你材料的取得 是比较难的一点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用两支这样的一个柏 就把它擦出有一点点那种 飞龙在天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柏呢 本身的那个力道是非常的可观的 那我再加一支 那这样子呢 这一块枯木在无形之中呢 就好像 好像是那个 柏的那个老干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 我们常常说我们插花的时候 最喜欢的感觉就是 老干新枝的感觉 就是枝干是古老的 但是它发出心窑的感觉 所以这个柏本身 就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柏的部分 做一个主要的一个固定了 好那我现在开始来做这个 煮花这个部分的插座 那各位的爱花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同样的也是一样 我那天到了花市以后 他们就一直跟我介绍说 哎老师这个绿巨人是夏天 特别有的花材哦 你要买 要不要买一朵回去插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录影 他们只是看我在买花 那我觉得说 哎呦他们好辛苦好用心 种出这样的一个花材 因为我知道这个花材 可能也是要非常用心 才能够栽培出来的一个绿巨人 好那我就也给他们买了一枝 那我把它用来做我们的煮花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试试看 好那这一个 这个绿巨人呢 他的枝干呢 好我们把它用做这个煮花 煮花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会发觉呢 因为这边呢 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 因为花材要一直放进去 那它就会有一点点不太好放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在旁边呢 我就把它架一点点这个藤 好我们试试看 我把藤慢慢的把它放进去 然后让它呢 可以卡在这个瓶口上 那它这样子就可以帮我做一些固定 好我把它试试看 把它卡进去 好我们把它慢慢的卡进去 因为它需要有点点用力 因为否则的话 这边的空间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点点不好插花 好各位阿富莎现在可以看到 我把这一个藤慢慢卡进去 那它就可以帮我做一些定制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把这个绿巨人呢 我们再重新放一次 试一下看看 试一下看看 那刚刚呢 我动了一下它的这个 嗯 这个整个 整个 塞了一下它这个平和的关系呢 所以它呢 它这个 滑滋 姿态有一点点改变 好那我再调整一下这个 我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再把这个力矩做一个固定 好,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 这个滤净人上去的一个感觉 好,好像师傅高了一些呢 我们再让它降低一股多 整个比例上 再降低一些些 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太高了 把叶子整理一下下 这个地方我再给它调整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煮花的部分 那这一次呢 这个煮花呢 我想选用这个石虎兰 因为石虎兰呢 它是一个很赖的花 而且这一次这个石虎兰非常的美 因为它是绿色的 但是滚着红色的边 这样的一个石虎兰 好,那我把这个石虎兰 稍微擦的有一点点高 我把它反过来好了 因为这个空间 如果用背面擦会有一点不好擦 好,我们把这个石虎兰 擦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高度出来 因为如果擦太低的话呢 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 那个蓝花的一种飘逸的 那清新脱俗的一个感觉 好,所以我把这个蓝花擦的稍微高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再用 两支不同颜色的这个石虎兰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呢 虽然是很大 我们平常呢,在擦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 煮花的地方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样一件的 这么大的一个作品呢 它的煮花应该找一个很大的 很大朵的花 就是比较有力的花 那所谓有力的花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像 像日葵啦 就是它是比较大朵的 或者是像 像大朵的菊花啦 比较有快体的感觉的花 来做煮花 那今天我是选用这样的一个兰花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兰花的感觉 因为在这个剧节呢 这个秋石虎是蛮少有的 那我用了双色 两个颜色 一个是 以绿色为主的石虎兰 那一个是 以那个 红色的为主的一个石虎兰 它跟泰国的石虎兰 又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台湾的石虎兰 它那个感觉上 那个花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精致 所以我们用三朵这样一个石虎兰 做我们的祖画 哇,是不是觉得很美 很有气质 好,那接下来我来做它的下段 我想这一件作品虽然是蛮大的 我本来希望把作品做大一点点 不过 因为薄本身就已经把那个空间感拉出来了 所以我就不要把它做得太大 我就开始收我的这个下段的一个鸡排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佛性花海里面 我们能一再的介绍到 就是说呢 鸡排的一个重要 因为它是用来衬托我们整件作品的一个 一个重心的地方 好,那我选用了电讯染液 做我们的这个鸡排 好,那尤其是后段 虽然后段我们看不到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后段的地方呢 也要让它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收尾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那个美国的博物馆里面去交插花 然后我交到一个外国的一个艺术家 他是一个艺术家来上我的课 然后我们那天上课的那个插花里面呢 我把它改了一个地方 就是在后段给他加了一片鸡排 是一个很大片的一个叶子 他在后来分享心得的时候 他就说哇,他觉得那一片 那个鸡排放上去之后呢 他觉得那个整个作品的力道 是非常够的,而且很大气 他说那是他在插这盆花最大的一个盆向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后段的收尾的部分呢 是很很重要的 那我现在用一些细碎的小花 现在我用的这个是一些细细碎碎的粉红色的这个瑞香 来抽下段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好,再一撮的这个瑞香 好,就是把下段的这个鸡排的部分把它收起来了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以 比如说薄的部分是做在下段的 然后呢 那个上段的部分是用一点点枝材的花材 那今天我们相反的就是说 我们用花做它的底部的陪衬 然后那个薄做上段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在前段呢 我只要再收一下鸡排 我觉得这样这件作品就很OK了 好,那我再找两片的这个便讯冷页来用 好,我试试看这一片大片的是不是一页呢 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就把前段的鸡排给收起来了 好,那我们试试看一下这件作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单用一片的这个电信蓝叶 把这个鸡排收起来的感觉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OK,好,那我们今天呢 那这一件看起来虽然很大的一件作品 但是呢,我是借用了这个枯木来做主要的这个架构 好,然后运用现在夏季非常耐的一个花材 也就是我来做它主要的上段的一个花材的运用 那它的主花呢,我用的是石湖蓝 那虽然是一件好大的作品 那我们常常说呢,四两拨千斤 刚刚在插座的过程 虽然有一点点的要用一点力气 不过这插到后来就觉得越来越顺手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的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我们这个主题叫做连波为步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时代中呢 我们要怎么样用很很有智慧的一颗心 那也很敏锐的一个心 然后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呢 然后能够立足 那能够过得非常的愉快 那也过得非常的舒适 那我们知道呢,连波为步呢 它是来自朝职的洛神父 到了那个金庸的小说 天龙八部里面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段玉 就是大理国的王子段玉呢 他后来学会了连波为步 那段玉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年轻孩子 他因为他的家族其实有非常好的武功 也就是所谓的异阳子 但是他觉得玄武功用来伤人他不喜欢 但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呢 他也是在给那个仙女姐姐叩头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了这个北女神功的最后的尾端的一个功夫 叫做灵波为步 那他就写到了这个灵波为步 后来段玉在家虎中就用他的这个灵波为步呢 非常轻松的 在这个他一生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自己觉得说在看金庸小说的这段过程中呢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分享那个灵波为步的这个优点的 那不过我自己也常常用小说中的人物 跟他们虽然是小说中的武功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如果我们去观照他 就觉得他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在某些场合 或某些现在时代的一个生活中的应用 那在插这件作品中又让我想到了这一段 就是说虽然一个很大的作品 那怎么样用那个四两波千斤的方式去插作他 那我想这也是一种智慧 好那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 各位艾拉普萨可以看到呢 我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同志的一个香炉 那我自己每次看到这个同志的香炉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中国在宋朝的时候 那有一幅画叫宋慧中对花抚琴图 那我们知道呢宋慧中贵为一个皇帝 但是呢我想他怎么会对花抚琴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个君王的一个relax 也是一种放松 宋慧中呢他是一个艺术皇帝 但是呢他确实也是一个王国的皇帝 因为其实他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本人呢 他是我相信他会非常的后悔身在帝王家 那宋慧中流传在中国呢有一幅很有名的画 叫宋慧中对花抚琴图 也就是说呢宋慧中在他的闲暇之余 然后呢他弹着古琴 然后呢他弹着古琴 然后对着花弹琴 来述说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情怀 那他当时呢就是用一个太湖石 上面放一个基案 然后呢放了一个香炉 那在那个花系上面呢就插花 然后他对对着花抚琴呢 最主要是对着桂花来弹琴 那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同香炉的时候 我就剪了一点点桂花 那我也来插一个 那个以桂花为主的一个对花抚琴图 那这一件那个对花抚琴图呢 不管每次我们到国外去 做中国花艺的一个介绍的时候呢 都很受到很多人的一个瞩目 因为它是一个很雅致的 然后也代表一种宋朝的一种美学的一个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这边这个香炉 其实我这个香炉 它是有一点点民间的一个色彩 可是我把这个香炉的盖子拿起来之后呢 我想它就感觉上就有一点点 比较文人的气质 因为其实呢 文人的香炉 会有文人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甚至它的图案会有比较一种文人的 比如说画梅兰竹菊啊 四菌子花啦 那这样子的图案也会跟着 会有一些些变化 不过呢 因为在台湾呢 香炉的取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铜制的香炉 它常常费用都是要非常高的费用 有时候看到了很喜欢 但是还是都没有办法去买它 那这个香炉是因为我在美国呢 发觉在美国反而他们这个香炉 他们卖得很便宜 所以有一次到美国去做这个 中国花语推广的时候 我就带了几个香炉回来 那这个香炉还带给我很多很特殊的一个 一个记忆 就是我把这个香炉本来是打包在大型礼包里面 结果因为像这个同志的作品本身就很重 就在过磅秤的时候它就太重了 然后他们就叫我要拿出来 我拿出来之后我就想怎么办 我真是只好背在身上 那背在身上我用一个后背包背着 这个香炉它的造型又很特别 就一路上背着这个香炉 那个背后就非常的痛 但是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值得 因为背了两个香炉回来呢 我就常常可以用它来擦花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香炉拿出来来擦做 然后我最主要是要用桂花 因为慢慢的进入秋天了 那我们常常说单桂挑香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桂花在秋天擦起来 虽然现在台湾的四季的桂花都很美 可是会觉得说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八月桂花香 所以在这个季节 刚好把桂花拿出来擦 就觉得特别的符合这个解气的感觉 好 那这个桂花呢 我先把它稍微修整一下下 其实我的这颗桂花呢 它已经算是很美了 因为它的叶子没有很大叶 都是比较小小叶的 因为这个花气本身它并不大 所以如果叶子太大叶的话呢 那您就会觉得它之间的那个比例对称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桂花呢 刚好它的这个叶子呢 是小小叶的 好 那我在里面呢 我放一个 一个剑衫 那我放一个剑衫把它放进去 好 那这个剑衫 那我用斜对角的地方 把它放进去 好 它的大小很接近 好 因为它这个口的地方很小 好 那我放了一个剑衫之后 我就可以用它来擦这个桂花了 好 那 我这个桂花呢 让它擦的有一点点高 有点高的高度 然后呢 我 好 再把它剪掉一些些 好 好 那桂花呢 这个花材虽然它质感 并不是很粗 但是呢 它的质感还算是蛮硬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先稍微的把它修支一下下 好 那各位爱花不撒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支桂花本身的线条 还蛮优美的 因为它从上段 这样子有点点S型的一种 效果的感觉 好 所以本身的这一支桂花呢 它就很有韵味 其实光擦一支这样的桂花 就已经很美了 只要下段再收一点点支角呢 就感觉就 很好了 好 那我再把刚刚剪下来的桂花呢 做它一个侧面的一些 重支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呢 好 我把它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这个剪一下下 好 再用一小支 好 我再把这个 好 那像这个 这个叶子呢 这个叶子呢 就稍微大片了一点点 好 所以我把它修掉一点点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让它往西北的这个角度 飘过去 好 因为我们整件作品 它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好 所以我在后段的这个地方呢 西北的角度 把它加一个 桂花往后飘 好 好 那各位阿波上可以看到呢 嗯 其实平常我们并没有很多的 机会可以插到桂花 不过 诶 发觉这个桂花插起来 还真的是 还蛮有韵味的 好 那我再稍微的把它 前段的地方呢 再补一下下 再加一下下 好 让它拉一点点 前段的支角的位置 好 好 在前段的地方 好 好 那各位阿波上现在可以 稍微欣赏一下下 其实我这件作品 如果纯粹 只有插桂花 是不是也感觉出它 线条的一种 很优雅的感觉 好 那我们刚刚说 丹桂飘香 那也说那个 八月桂花香 所以桂花会给人家一种 很美的一个意境的感觉 本来我想加一点点兰花 不过我觉得光光光光是只插这个桂花的这个线条 就已经很棒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常常没有比较不懂的去享受当下的一个感觉 好 那像这一次刚好有因缘到西湖去 那看到西湖呢 是漫天的这个荷花 那我在西湖散步的时候就想到 我们知道呢 当时在南宋的时候 金戊树跟岳飞 因为那个金戊树呢 当时想侵略中原 那在古书上记载 那说呢 金戊树当时听到 中国呢 就是江南 就是中原的江南 是山丘桂子十里荷香 也就是呢 江南充满的桂花的香味 那十里呢 都是什么 都是荷花飘香 所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异象 在金戊树的脑海里 就让他动了侵略中原之心 他想到 他所生长的地方 都是比较荒漠 然后比较辛苦的 那土地比较平静的地方 那他想到中原呢 尤其是江南一带 山丘桂子十里荷香 那就让他觉得 他想占有这块土地 让他的子年能够生活在 这么愉快的 这么美好的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呢 花会带给人 很多很美好的意象 就像我们今天用到的 这个桂花一样 因为桂花呢 在中国呢 我们会发觉 当我们到很多的园林 去散步的时候 或者我们到 中国的江南 或者说我们在台湾的 林家花园 很多的花园里面 甚至我们一般人的家庭里面 我们都喜欢种桂花 因为呢 尤其是我们会觉得 金黄色的桂花 我们称为金桂 那银白色的桂花 我们称为银桂 那中国人觉得 入口处种桂花 叫金玉满堂 尤其是种一颗金桂 又种一颗银桂 象征的金玉满堂 那这是很多人对桂花 非常美好的一种意象 那在这样的一个 八月的时候 那我们也感受到 我们能够生长在 有桂花的地方 是一件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愿此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龙天 普勋众生 供祿佛志 阿彌陀佛 Hu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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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倾尽佛法通斩法系生命殿命时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字